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离开了的事情 大家看到新闻媒体已经说了好几天 似乎现在有罗生门事件 真奇怪 没完没了 有什么奇怪的呢 看到肥妈拍了一段影片 也说Nel除了金钱上的问题 另外跟感情也有关 看到肥妈相当激动 丢了心口 紧握拳头 合拾 情绪大上大落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些影片某程度上 对于Nel的形象 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太好 因为当她离开的时候 很快肥妈已经说 她怀疑是因为财困 但是为何罗生门呢 因为在内地来说 我和NelNel很多工作上 甚至生活上也有很多接触的罗林 现在就向媒体澄清 她自己不是NelNel的邻居之外 也说并非因为财困 哦 那就大妻了 那到底肥妈说什么呢 还有为何肥妈要这么说呢 甚至乎现在罗林 就出来公开说 NelNel的亲人 在5月20日 已经去到深圳 去处理后市 同时 罗林帮忙宣布 NelNel的抖音 那个账号将永久性有收入佣金 但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否给NelNel扮演的后市 原来不是 就说 不会构除任何营运成本 就会存额作为慈善用途 而且那个账号收款之后 也会直接改为指定慈善机构 甚至说 背后帮忙搞 一定会有人处理账户的东西 对吧 例如做些钱 那些钱 要怎样提取 怎样去转账 都要有人帮忙 是不是 那没理由叫罗林去做 或者不知道会否他会帮忙 都会以义工的形式 无常去帮他这个账户 去处理这些慈善工作 就是不会扣除他们这些工资后 才拿去捐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进多少 就会用多少 用多少 用多少 用到慈善方面 对 不会扣起多少 才再过去 不会的 嗯 是 某程度上打破了 就是 什么财困 甚至乎 剩下的钱都拿去做慈善 你说他家人 会不会拿来做 身后事方面的费用 也没有这样说 所以 似乎 经济方面 是否真的这么大问题 当然 你可能说 他人都走了 还拿这些钱来做什么 是不是 拿不到 如果你说他财困 那会不会有债主 如果有债主 有其他欠债要还 如果当一个人 看来没有 现在 是 我们通常会看到这样 你说财困 困到一个点 要选择离开的话 你一定是 可能债主临门 或者很多的街数 你都想来想去都搞不定 所以才要走上这条路 对吗 是的 暂时来说 也不见有什么 报道所说 有债主现身 或者说他欠哪些人的钱 也没有这样的报道出了 所以肥妈在他那个影片 他也拍了一条抖音 他也说是听人这样说的 唉 肥妈说的 根据好像差点 整天都是这样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都已经炒过一次车 现在又是这样 你肥妈说 你和NeoNeo是好友 我相信也是的 是好友来的 但是现在罗林那边 说回来 好像有这么大出入 罗林和NeoNeo的关系 我认为都是无需质疑的 如果不是 罗林也不会被他的家人授权 可以和他管理 处理这笔抖音的收入 对吧 我相信 目前来看 罗林和NeoNeo的关系 近很多 对吧 对吧 是怎样呢 有个声明 罗林在昨天 代表NeoNeo公司 所属的团队 和他的家人 有五点的声明 刚才提到 他的抖音账号 永久性开放 被佣金收入 存额 用辞算用途 刚才说了 不扣营运成本 第二 所有营运的人员 用义工的形式 无常 去帮帐号服务 第三点 就是家人 和团队 全权委托罗林小姐 做这个唯一的代表 去处理捐款的事业 和监管的款项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 咦 为什么他家人 和团队 是选择罗林 不是选择肥妈 对吧 是啊 肥妈 肥妈就说 你叫我妈妈 不是白叫的 我和团队 都会觉得 咦 这么有趣 找罗林不是肥妈 对吧 似乎 可能在这段日子来说 生活上 或者工作上 真的和罗林 有另一种的 意气也好 或者大家的感情 应该会的 明显是 明显和罗林的关系 就近很多了 肥妈就看来 好像远一点了 好像 自从 尼尼尼没有在 肥妈那些节目出现之后 我印象中 很久没有见过 他们两个 坐在一起做节目 对吧 不知道当中 有没有其他 什么事情发生 肥妈说到 他和尼尼尼 这么老友 应该经常会做节目 甚至乎网上的 做一些直播也好 拍一些视频也好 都没有的 尼尼尼反而 就有用一下 Zoom 和其他人来做节目 为什么没有和肥妈做节目呢 对吧 我觉得 是不是之前 生前 其实那个关系 并不是肥妈说得那么好呢 或者可能近一两年都不顶了 可能真的叫大家疏远了 疏远了 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合作 或者没有那么多的交流 都不顶了 接着也说 欢迎艺人朋友 社会人士 义卖助力 共商善举 这些都是欢迎的 做善事 可以叫做为外人间 其实是更加好的 不过说到底 如果万一真的叫做 是叫万一 可能是万一 财困也好 或者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好 真的死者为大 留一些情面给别人 都不要说 是的 我觉得 这次肥妈做得 不是那么好 不好 应该说 对吧 有什么理由 将别人的思事这么爆炸 是不是 是财困 现在死亡对症 現在羅琳就說沒有,我反而就較相信羅琳 不是說沒有收入的,其實是有抖音收入的 又有做節目,又有工作的,應該就 你說會不會外面有些街數,有人沒有找數給他 可能有這樣的情況,但是以他有工作的情況 應該就財政就不是一個問題 那麼他有沒有不良嗜好?我們見不到他有 他有沒有爛賭這些問題?也不像 所以我較為相信羅琳所說的 是啊,因為很少人欠你錢,欠到要走上絕路 那你最多叫人還錢,或者你不是沒有工作能力 你要記住,兩樣是倒轉的 你問人借錢,借了很多,然後令你走上絕路 這個比較上普遍會見到是這樣的 那些人的步驟,我自己認識的朋友也是真的 他欠了很多錢,然後自己又再沒有能力去賺錢 或者那個生意也叫做走上絕路 真的有類似的,不過他很幸運,被人救得回 因為他女朋友發現到 他做一些炭在家裡,然後救得回 那你說因為沒有人還錢給你 人家欠你的錢,沒有還給你 所以搞到財困 最多就像王中堯那樣 大渣哥幫他賣種 那就是一樣,王中堯他不會因為這樣而走上絕路 搞一些什麼手足不散的牌子 其實如果你還有工作的能力,賺錢的門路 你是不會走上絕路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見到怎樣也好 我也是跟阿台一樣 比較上是傾向相信羅琳那邊 為什麼呢 連尼尼尼的家人去到這個時候 和他的團隊都是委託他 他只有一個,還要說得明白 他而已 到時候有什麼媽媽的聲音 就不要問他 不要問他 總之一個就好了 處理這些捐款的事情 非常合理 尊重他家人的意願 如果大家想起一些什麼慈善的事情 透過Nellell的抖音 可以直接幫助慈善團體 沒有人說可以在中間 就是不會在大渣哥 沒有人去抽水 就是要扣起整理的成本 然後才把剩下的那一塊給王中堯 這個就是另一種做法 現在我們看到 總之不要管多少 全部都是義工的 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覺得可以 想的 是透過慈善幫Nell的 可以出奮力 是呀 做善事 做善事 这些真的好像是一个祝福 透过他的慈善的动作给福气女 都是好事 所以关于他生前做过什么 有什么不好的事 我觉得是不应该提出来 始终是人死为大 过去的事 不好的事 我们不需要被人知道 每个人都总有不好的一面 但是人已经走了 希望将他最好的一面留下 让大家都记得 这个人在生前是多么为朋友 多么有意气 和他所做的工作 帮人在做形象顾问方面 帮了不少的明星 在香港的娱乐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 我认为只需要大家知道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会不会财困 我觉得每个人某个时候都可能经历过 老实说我自己经历过财困 因为那时候是很年轻的时候 我都经历过财困 又如何呢 我过去了 没问题的 所以你说肥妈说的东西 可不可信 我自己始终都认为不可信 你看到近期的报道 住又不是说很差 食又不是说很差 工作也不是说很差 那你说是不是困到要走上一条这样的路 我又需要打出很大的问号 到了今时今日也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 罗林方面 和他的团队也好 或者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好 可以 最后都处理得很好 可以大家圆满一点 那就更加好了 好吗 好 那我们今节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